在市議會的質詢裡面 民進黨的市議員非常的執著 就是當年 陳菊在打氣爆官司的時候 整個高雄市到底花了多少錢 因為在選舉期間 很多人都說 那邊了1億3000萬的律師費 結果他們現在說 查來查去只有6500萬 是付給律師 其他只是訴訟相關費用 一定要韓國瑜為這件事情道歉 對 康育成對這件事情 顯然非常在意 因為他這次在市議會質詢的時候 就說你過去半年 國民黨議員在選舉的時候 不斷的散佈 高雄氣爆了善款 代位求償的律師費 花了1億3000萬的 然後這是完全不對的一個資訊 還說就是你議長許崑源講的 你就在議事廳內的主席台上說 1億3000萬 全部都用到律師費身上 他還特別要求韓國瑜親口 把整個明細列出來 結果這個明細是 總共別列了1億3084萬 其中律師費佔了6548萬 裁判費3476萬 鑑定費78萬 其他費用246萬 然後他念完之後 康育成還追問說 那這樣的話貴黨也就是國民黨的議員 需不需要道歉呢 韓國瑜只是建議他說 您在專案報告的時候 可以勇於發言 因為他認為這可能是 你們跟議員跟議員之間自己的事情 那許崑源其實有解釋說 因為你當初高雄市政府在公布的時候 你根本沒告訴我這些戲目 你只告訴我說你編業1億3084萬 那我就這樣講 有什麼錯呢 所以許崑源認為自己是沒有錯了 可是我覺得抗議程很妙的就是 你們高雄市政府之前告訴我們說 欠債2400億 現在一查出來3125億 你都不覺得前高雄市政府有任何錯誤 然後對這個幾千萬的事情 你就開始斤斤計較了 實際上抗議程還沒有告訴大家的是 實際上在整個45.5億 這個高雄氣泡的散款當中 其實大家知道 就是編列了多少 在法律服務方面的數字 大概是11億 都編在法治局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編這麼多 當然不知道 然後當初賠償這些民眾 因為高雄市政府說 我當時先由散款挪出來一部分 來先賠償給這些災民 結果當初撥出來6億3000萬 這不是高雄市政府的錢 這是散款裡頭撥出來的錢 結果高雄氣泡案的判決 法院判了高雄市府有4成的責任 但是問題是 當初市政府啟動了代位求償 所以他自己幫這些災民去求償 結果求償有誰 他自己也是要被求償那個 然後因為超過兩年的請求權時效 所以災民無法向市府求償了 然後結果現在就是說 我們律師費最少最少也花了6000多萬 然後法治局那邊編了11億的 法律服務費 這也是從善款來的 然後6億3000多萬的賠償金額 是高雄市政府從善款裡頭 挪出來代電的 所以高雄市政府到現在 他是占4成責任 也就是比李超人 化工跟華運 都要負最大責任的一個人 他是加害者 結果他帶外求償之後 他一毛錢不用付 然後現在告訴我們說 都沒有他的責任 大家覺得高雄市政府這樣 真的有符合公平正義的精神嗎 康育成他是上一屆的議長 以一個議長的高度 他在第一次質詢新上任的市長 然後丟出的是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覺得他把過去議長的身分 做得太小了 因為議長你知道 你終關大局 你應該要掌握是高雄市政裡面 最需要去質問 這個韓市長的大議題 就在報私仇嗎 應該是要丟這個大議題出來 你怎麼會挑一個 就是在這個訴訟經費裡面 到底是一億三 還是說律師費比較精準的是 6548萬 請問這個意義有很大嗎 更何況最後的判決是 高雄市政府責務旁貸 比這個化工廠 還要負擔更大的責任 這個才是重點 如果最後的判決都出來 你還回過頭去糾結說 我的律師費到底只有付出多少 我覺得這個不是 高雄市民要知道的 高雄市民其實在整個氣爆案當中 最終他最想知道的是說 未來高雄市 你這個是一個工業大城 你這些管線怎麼確保 未來整個都是安全的 氣爆從此不會在高雄市政府 再發生第二次 我覺得這個才是焦點 但是如果你從這個 一個議長的高度 他還只能問這樣一個問題 然後在這個細節上 一直糾結 然後過不去 顯然民進黨敗選之後 我覺得絕對不是嘴巴講得 那麼漂亮說一切都過去了 過去就過去了 民黨心裡有很多過不去 對 我覺得他有很多 過不去的地方 包括剛剛上一章你提到說 林佐水 他對於韓國語的表現 他已經首批 這個農漁產品可以賣出去 竟然也只能以一個大師的高度 還是這麼酸的語言 就是說厲害了 你這個其實是佔這個 九牛一毛 九牛二毛 根本沒有多少錢 我覺得就是整個民進黨 好像還衝刺著不管是大佬級的 議長級的 大家還是對於韓國語 只能說他覺得 可以抓到他小辮子的盡量抓 然後他表現好的 非常利於給任何的 這一種鼓勵或者是讚美 還有包括財務的部分 你看中央是什麼態度 我跟各位報告 當時陳菊 他在民進黨全面執政的時候 2016年4月19號 他就跑來台北 就跟林全有一個會議 會議最重要是什麼 等於是對於高雄勞健保部分的 特色條款 當時一談 談出來多少 124億 多增加了124億 對於高雄的勞健保的補助 等於那個計算基準 原來的馬政府時代計算基準 他把它打破了 所以這個87億是特色過的數字 對 我要講的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當時民進黨的全面執政 陳菊上來爭取 就可以為陳菊修改條款 重新計算 然後多補助了124億 所以才會下降到 現在只剩下190億 之前整個高雄的欠債 他的財務 我只能說真的是一團爛賬 就欠中央的 然後地方舉債的 加起來這兩筆錢 真的是會讓高雄喘不過氣來 陳菊當時是動用 他的人脈跟關係 然後讓林全化壓 然後得到這筆錢 一樣都是高雄 現在只是高雄市場 換了韓國瑜 結果現在整個中央的態度是什麼 院長說自助人助 這是自己的事情 自己好好想辦法負責 麻煩蘇貞昌院長 看看林全 林全那時候是 人家陳菊去看他 然後就可以協調出一個方案 然後就有一個紓困的方案出來 你們現在就是因為換人了 不同黨了 所以就袖手旁觀 然後我從來沒有看到 中央部會這麼積極 過去我其實在立法院 也有監督過這件事情 我認為無論誰執政 你在地方如果有欠中央的款項 還是要有一個還款 還是應該規律的還 過去陳菊就是不還款 就所以累積了很大的一筆錢 然後一下子透過他整個全面執政 就整個多了100多億出來 但是現在換了韓國瑜之後 你態度也不要差這麼多吧 韓國瑜當然他現在當了市長 他必須還款 但絕對不是你這樣 你一開口就說 你80幾億趕快還來 當時別忘了 陳菊跟中央有一個協議 協議就是他每一年 有一個還款計畫 是要還到110年的 你不要因為高雄市長 換了韓國瑜之後 本來可以分期付款的 結果你現在討錢討得好兇 以前陳菊的時候 馬路都平了 錢還不還 對 以前我也沒有看到 陳菊執政的時候 你中央那麼的有魄力 然後站出來要陳菊 一下子把錢還起來 沒有 不敢坑一聲 那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你就是雙重標準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現在 2016到現在中央都沒有換黨 都是民進黨 你怎麼可以對陳菊這麼好 然後對韓國瑜這麼的嚴苛 你這個雙重標準也太厲害了吧 另外一個高雄的這一些民代們 我記得每次我在立法院 如果提到說 地方欠錢應該是要 按時還款這件事 他們群起的工智 他們有100種辯護的方法 現在應該拿出來用一兩條就可以了 高雄市所有的立委請朝的時候 還有加上不分區 然後全部出來 然後就說不可以這樣子 你們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縱北欽南 然後人家陳菊 多麼努力的就是要還款 然後現在真的財政非常的困難 所以不需要 就是幫他的不需要還款 找理由 然後現在是要韓國瑜 一下子就是 你必須把錢通通吐出來 我覺得哪有差這麼多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 陳菊你應該要出來講話 你是總統府秘書長 也是前高雄市市長 你每次都口口聲聲說 在高雄執政多麼的為難 雖然縣市合併 我們還是非常困難 什麼…的 今天中央急著跟韓國瑜討錢 你可不可以出來講 一兩聲公道話 陳其邁 你不是說你最愛高雄了嗎 你現在貴為行政院的副院長 對不對 你現在是暖男 趕快出來就是出手相救 這個院長比較冷酷 然後這個副院長是不是可以出來 幫忙居中協調一下 幫高雄 我覺得合理的還款 我絕對支持 這個是我從過去 到現在一致的態度 但是請民進黨不要 花媽的時候免還 韓國瑜的時候全部趕快還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我也是同不能接受的 我上禮拜跟他講說 這個99%跟1% 這個主持人 觀眾朋友 我的看法不會變 這個是對的 你看到嗎 不然開始出手 跟他說一點點大家 賣水果 賣農魚產品也被罵 補天坑也被罵 什麼都被罵 所以他根本沒有辦法 去做除弊 剛剛網友提到康裕城 康裕他以前是議長 關鍵 你想 這次沒有韓流 議長是誰 一定還是康裕 他是蔡英文的同學 所以他過不去 他心裡過不去 主持人 你這樣講的 雲彈鋒欽 我也過不去 本來我是議長 我是小英的大學同學 我自己本身是律師 你今天韓流來了 空降到高雄就會贏了 我變成議員 我當然不服氣 我不墊你 我墊誰 墊這樣算客氣 我跟你講 所以我說99%的心力 1%出弊 韓國瑜是被卡在那裡 我告訴大家聽 他第一次在高雄COS 李喬有咨詢 問你哪些政策可以實現 韓國瑜說 有的部分需要中央配合 中央配合 中央是笨蛋嗎 我中央幹嘛配合你 我明明知道 你現在在高雄做得很好 我要配合你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的結論很簡單 觀眾朋友給你看 剛才主持人問我的 韓國瑜在接受 日本的媒體專家 這四個人打麻將 我怎麼打 很簡單 我們不是鼓勵賭博 CNN不要太緊張 那你四個人打麻將 我沒辦法打 因為麻將沒你打五腳的 那你下來就好了 你桌上 隔壁開一桌是 沒有 你現在在桌上這四個人 你們下來就好了 就換我打 如果這四個太陽 只能下一個 四個人才能打 對 他意思說他要去跟民進黨 跟柯P打 對 我的意思說 立文了解我 我的意思說你們這些太陽 你們都不要打了 因為真正能夠贏的人是 民調領先的 能夠剛才你說三哈都 能夠威脅到民進黨的蔡總統 能夠威脅到柯文哲民調的 以目前來看 只有韓國瑜 有到立文想出的辦法 就是柯文哲跟蔡英文恐怖平衡之後 國民黨就可以坐收羽翁之地 這是一個方法 不是嗎 我覺得民進黨的議員 其實在高雄這樣不意外 因為新北也面臨同樣的情況 新北的議員也是 侯友宜上台 你先對前瞻預算 補助新北的部分 是0%這個說法 你給我道歉 道歉 道不道歉 從頭到尾就是用一個 這種秋後算帳的態度來面對 不過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林卓水 你是大師 大師 大師講這種話 會不會太沒有格調了 你去把人家一次性的作為 然後去跟全年度的 這些成果來比較 你會不會覺得你很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反正現在民進黨整個 從上到下 就已經是輸掉 封掉了就對了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來 從柯文哲也好 民進黨這些人也好 都已經把韓國瑜當成最大的目標了 所以我從你沒上台 我就開始要一直修理你 包括你這個路填平了 我也很不爽 現在你知道嗎 很多人說這個是民進黨支持者做 你說噴漆這個 對 就潑漆的這件事情 然後說好龍病弄花博 你就去花博裡面塞衛生 某女性用品 然後這個路破品了 你就去噴漆 結果PTT這樣居然倒過來說 你們韓粉又在崩潰 你們又在自導自演 我真的覺得NCC 你趕快去查一下 這是假新聞 馬路誰噴漆也是NCC要管嗎 對 我認為 不 假新聞這件事情 從蔡英文最大假新聞 NCC就不敢管了 他最大假新聞說 九二共識等於一中各表 人家習近平從來沒有這樣講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對不起 等於一國兩制 你硬是把這樣的話 去塞進人家嘴巴裡 那是CC要不要查 難道是因為他是 他是這個領導人 他是總統 他就豁免就對了 其他人講什麼話 就要動輒得救 我覺得很悲哀的一件事 就是誠如剛才玉民委員講的 今天剛才我們柯委員說 這個我們家的小孩子 跟小孩子要錢最有成就的 然後就被要最多 然後送出國去 對不起 他從來沒有把你當小孩子 你搞錯了 你現在韓國瑜上來 你不是我親身的 你是 外面照樣的 對 帶回來的 你是帶回來的 你就叫你做童養席 我什麼都要叫你做席服 煮飯 還錢 通通你做了 從來沒有 我認為 其實你們今天這樣打韓國瑜 高雄人看不看得見 看得很清楚 你們今天不是把韓國瑜 當童養席的問題 你們是把高雄人 不當人看的問題 也就是當今天高雄市民 只有在你花媽在位的時候 高雄市民才是人 高雄市民才可以分期的 去還健保費 等到韓國瑜上來了 對不起 高雄市民 你們就不是人了 就像段一康那一句話講的 他其實只把民進黨 所有的心聲講出來而已 我忍不住要唾棄那些花蓮選民 他大概不是完整的 不是這樣講 我不由得 不看不起這些 反正我忘記他怎麼講 不得不比試 所以今天民進黨對於所有 九合一縣市裡面 不是民進黨拿去的縣市 都是同樣的看法 就是今天你這個選票 已經不給我了 所以所有的建設 所有的福利 剛剛講到馬英九時期 馬英九時期是怎麼樣對待 對待民進黨的 我告訴你 如果不是30億的高雄展覽館 中央全額補助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 101.7億 中央全額補助 市運主場館62億 中央全額補助 竹帆不及備載 我唸大一點的好了 左營到鳳山鐵路地下的話 998.69億 中央補助641.36億 那麼韓國瑜這個小媳婦 這個童養媳 我覺得未來是會很悲慘 如果馬政府時期不是這樣子 條條條條的補助花媽的話 對不起 今天的負債不是3000多億 到5000多億都不稀奇 如果這些錢 全部都是要高雄自酬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沒關係 你今天民進黨 你可以盡量給高雄穿小席 至於康育成 還要再質疑這個氣爆 我本身也是 1億3000萬的受害者 因為我已經被徐明春告 徐明春告說 因為他說 他說 他說他那個時候 他那個時候 從法治局長卸任以後 轉許明春律師事務所 他沒有拿到這1億3000萬 但是 對 你可能沒有標到了 但是你有沒有去標 有沒有去標 許大部長 請問你有沒有去標 如果你去標 適不適格 就算旋轉門條款 你沒有違反好了 你覺得你這樣子 今天你用善款去代位求償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的不對了 你這1億3去代位求償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用大家捐給 災民的善款1億3去代位求償 然後去付律師費 我請教你 八仙城報裡面 新北市有沒有用善款 去付律師費 我就問這一點 然後你們這些口口聲聲 為了老百姓在那邊質詢 一個個在那邊作秀的 包括陳志忠在那 你是學法律的 你學法律的這些人 你還在法服機構服務 請問你有沒有去幫災民爭取 你們同時要災民放棄國賠的權利 你說你簽了 放棄國賠 我在幫你代位求償 用這種事情讓災民覺得說 我如果代位求償 就算錢不多 我可以很快拿到錢 如果我去跟高雄市政府 要求國賠的話 對不起 曠日費時 而且給你的數目一點點 這就是你面對法院 在要求你們高雄市政府 要負四成棄報責任的態度嗎 所以今天你怎麼還喜歡 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講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當初會做這種陳述 很簡單 很多議員去跟高雄市政府 那時候還是民進黨 執政的市政府 要資料 要不到 結果要到的是什麼資料呢 要到高雄市政府滿手的善款 拿去做建築景觀改善 一億八千六百萬 善款是給你們這樣花的嗎 善款是去幫助那些 可憐的災民 所以沒關係 今天我就算被告 我照樣在這裡 繼續質疑你 氣爆那些善款的用途 到底得不得當 我也要求高雄市長韓國瑜 趕快把數字公布出來 讓所有的群眾公平 嘗嘗看 Martine 楊